苗栗南庄的东江新村部落 路口有两座原住民雕像 分别代表赛夏族跟泰雅族 最近刚做完油漆重新彩绘 但民众却发现雕像皮肤太过有黑 连身上的衣服图腾也走样 被说是似不像 对此南庄相公所表示 因为经费只有6万元 为了满足各方的意见 会在开会决议 看是要保留原状 还是再重新彩绘 油黑肌肉插腰挺胸 配上红白图腾上衣 这两座超大尺寸的原住民雕像 是代表泰雅族跟赛夏族 但不少人看了底脸想到的 却是黑人 这么黑 有点像那个人球明星那个Jordan 皮肤啊 衣服啊 一点都不像我们泰雅族 衣服应该要多 画一点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图腾啊 对比一下部落传统图腾 主要颜色应该是要 以红色为主体 但雕像大部分都是白色 根据了解这两座雕像 15年前采用单一颜色油漆 但长久失收 期免斑驳 今年好不容易挤出了6万的经费 发挥创意 重新彩绘 没想到外界不买单 直呼四不像 接下来近期会开一个会议 就是部落会议 我们整合地方的意见领袖的一个声音 和居民的期待 对于这个彩绘 它是保留原案 还是做更改 乡公所表示 重新彩绘前 有个两个部落族人开会 但结果不尽理想 未来会想办法多争取经费 只是目前经费有限 该怎么满足各方期待 也让乡公所上透脑筋 这张新鲜 苗里报道